好 为在寿风乡的玉山神学院设立至今已经有76年的历史 培养无数原民传道人才前往各部落的或者是海外进行宣教 那么之前玉山神学院举办2022学年度的开学 即院长瓦利斯·武干牧师就任的礼拜 迎接赛德克族瓦利斯·武干牧师成为第13任的院长 在总会议长的宣誓后 赛德克族的瓦利斯·武干正式成为玉山神学院第13任院长 15日玉山神学院举办2022学年度开学 即院长瓦利斯·武干牧师就任感恩礼拜 来自全国各地牧者跟教友们也特别前来 包含花莲县长参选人Kolas Yotaka也出席给予祝福 祝福我们第三神学院能够在院长的代理之下 秉持了过去历届院长的心志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承 一代传一代一直有新的气象 今天一定要来祝贺我们的瓦利斯·武干牧师 在今天的就任 而且今天是御神的开学 我们有那么多的牧者 我在这边再次的感谢大家 作为一个基督徒 是你们让我们不迷路 作为一个基督徒 是你们不断的在每天的祷告中 在每一周的礼拜中 不断的告诉我们 即便你不是一个牧者 我们在外千万不可以忘记自己是无断爱耶稣的人 而且耶稣也爱我们 我们必须在生活中体现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子 能够成为玉山神学院的这个院长 其实都不在我人生的规划里面 所以被选为院长的时候 心里难免就是会惶恐 特别是知道做院长会面对很沉重的责任在那里 但是又想到说玉山神学院就是为了 颜住民传道人所设立的 的一个唯一的 我们说在台湾里面 是专门为颜住民传道人所设立的时候 为了颜住民想到这个议题上面的时候 我又不得不解的时候 应该要承担起来 所以你说我的心情是应该说是想到惶恐 也要生怕会做不好 玉山神学院设立至今已有76年历史 培养无数优秀原民传道人才 瓦利斯指出 推动活化原民图书馆 设立玉山文教学会 及成立宣教与教会史料中心 将是就任后的三大目标 未来将深化跟台南神学院的交流合作 希望这次强化当代传道人的专业 以及原民特有的文化素养 记者长邦彦首风向报导 字幕啦